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9号说 成功阻止乌克兰情报部门 在扎波罗热地区的恐袭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晚否认 有关爱国者导弹系统被摧毁的说法 表示导弹系统仍在工作 俄联邦安全局在官网发布消息说 该局成功阻止乌情报部门 针对扎波罗热地区有关人员的恐袭行动 查明恐袭行动组织者 是乌情报部门工作人员 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罗夫 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乌军对该州瓦卢伊基市的袭击 造成7人受伤 树洞建筑受损 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 援引瓦卢伊基市行政长官的话报道 该市一区域19号早晨 遭到多枚炮弹和火箭弹袭击 一个变电站受损 据乌总统网站18号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当晚在视频讲话中否认有关乌克兰的 爱国者导弹系统被摧毁的说法 他说导弹系统仍在工作 仍在击落俄方导弹 泽连斯基19号召开乌最高统帅部会议 重点讨论前线局势 相关部门汇报了战况 弹药补给 以及对俄军行动的预判 另据乌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18号证实 赫尔松州东南部黑海沿岸的 格尼切斯克一处俄军大型弹药库被摧毁 乌国家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 从俄方控制的赫尔松州左岸地区 传出剧烈爆炸声 赫尔松州左岸地区